大家好,我今天也是一樣 我沒有討論Mekaponic 我也沒有SDPN給我東西 也沒有箱子給我討論 當然今天我要聽到他的超級大紅人 我身邊這位,我沒有要他只有這樣 我要幫他介紹,當然是有原因的 他姓蔡 明陶 哲 不吧 聽到嗎? 陶哲 陶哲,你沒有聽錯 就是陶哲 當然我們知道陶哲很會唱歌 當然我身邊這位,他出的很會唱歌之外 那你先講一下你今天在做什麼 你今天讀書還是做過 我現在還是一樣跟我這位Summerway的Youtuber同仁一樣 也是一樣在讀書 然後我是讀U-TEM U-TEM就是馬尼甲大學 然後讀著Mekinical 就會偏向我的興趣 因為我之前有聽你講過 你之前是諷屁諷拜公民鬥 去跟車廠做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才導致到你會去選這一個 這也是一部分其中的原因 因為從小就是喜歡玩汽車 那種模型車開始 然後去玩到真的汽車的樣子 去修行那種零件之外 所以就開始慢慢有這個興趣 我的是比較多那種實行 Handtron比較多 所以手工 純手工比較多 就兩根Mekatron是到短的 Mekatron是Theory和Lap Sound 這個是Lap的 那個Hands-On會很多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不要這樣Hands-On 你覺得Theory很煩 很閒 你可以去選Potomotive 這樣子 你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會難嗎 就是你可能讀到OK嗎 我覺得OK 我在大學的期間都是沒有讀書的 然後隨便隨便就可以拿一個3.5以上了 可能一部分是因為他對這顆超級有興趣 可能再來他本身就很聰明 所以可以考到這樣的成績 所以聰明我就不敢講了 所以單課的這顆iPad 我大學是讀4年了 政府大學的話 所以你往自己的興趣的話 這4年你會擺過 會過的比較有趣一點 這樣你當初如果你為了會 特別去選擇U-TEM這間學校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原因是成績沒有很好對吧 U-TEM又搞符合我的條件 然後又進 因為我要讀了課 就選擇了U-TEM 其實U-TEM會太遠了 U-TEM只是在網路講 如果你從 因為我聞證明是雪蘭的靶神 如果你從雪蘭的靶神去的話 大概一年兩個小時半吧 兩個小時就到了 你有後悔選這個課 就是你有後悔選讀MACONI-TEM和中文 我是沒有後悔啦 講的這一課 真的吃了很多 小姐姐姐一下 那一課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想要找另一半 也許讀MACONI-TEM和中文 也許如果你認定夠好了 也許你有像我們桃子這樣帥的話 也許你有像他口罪這樣好的話 也許你可以找到 這一課是有一點點特定的難度 就是因為它危險性比較多 因為都是重量級的那種機械 就是那種危險性的 比如說那種有刀割啊 切啊這樣子 就是如果一個不留神的話 可能會把那個手指也切斷這樣子 就是我的有一個LAP的朋友 就是一個不留神 就把手指也切斷 切斷掉了 所以這個是有點危險 那時候我就分享一下 那時候我的朋友切斷了那個手指 他就拿那個手指 去找到那個LAP老師 這樣子跟老師講 手指斷了 我就當場就被信送一遍了 後來後續就不是很清楚了 因為他就沒有上課了 這樣子我聽你這樣講 他真的是有一定的危險在 對對對 所以還有一點就是最後啦 你覺得啦 你 進LAP啦 你是通常是傳那種鐵捷徑的 對對對 shelty不一定需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要加上他們的特製LAP 這樣子 OK 所以基本上 Automotive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很有興趣啊 你從小 你很喜歡踩那種汽車零件的話 你不妨 你可以考慮 就是如果你不要這樣 Hands on啦 因為如果這歌跟Mechatron 來比的話 各有各的好了 因為Mechatron 我們也知道 Theory比較多 上次有我們的Derek哥哥 好來最後 我給你一題 Surprise 炸彈 Since你都叫桃者 不妨的人 你可以唱一小段 什麼歌都好了 欸我們知道 桃者都很厲害唱歌的 歌聲真的是不錯啦 可以唱一小段 欸 喂 哎呦 噓